开2600的二手车出发西藏第二天 美丽的贵港 感谢收留我一晚上 再见了 中午休息时间 在冰阳县买了西瓜 芒果 还有这边当地特产的 听说很好吃的 拿下来试一下 这种还是交给我们的后勤员 一说没跑50公里 就打开鸡头盖 看一下防冻液还有机油 顺便让它散散热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线的 应该有花生 有芝麻还有糖 安全员休息 我们的口号是山江前 准备出发 还有300公里到贵州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冲出广西 前面是下雨了吗 兄弟们 准备关窗 开始有点山了 我感觉前面这个车也是跟我们同路的 里面衣服毛巾什么都有 怎么还不下雨 我感觉我好像中暑了 全身没有力 然后头有点晕晕的 上次加了雪种 当天晚上还是有点凉快的 第二天就完全没有效果了 终于凉快很多了 在马路边看到一条小河 下来洗洗脸洗洗手 坐了一天车了 全身都黏乎乎的 河边亲切见底很浅的 你看上面那个就熟了 摘到熟了 分我一个 分了我两个 休息够了 出发 这个加油站全部都是加茶油的 只有一把枪是加92 我们出发的时候加了一次油 然后统计了一下里程 到这里的话刚好是跑了600公里左右 第一次加油是250块钱 加满了一箱 然后现在也是加了230块钱 相当于就是4毛1公里 大家说这个车是省不省 我们到贵州了 这里是贵州的马尾镇 又开了一间双人床 70块钱包空调 然后我们每次开房间的时候 都要多拿一套这个用具 因为每次的时候房间都是只有两套 我们只有三个人 所以就要多拿一套 这个床好硬啊 你这不是洗澡啊 是不是在里面打水仗 这么多水飘出来的 开了两天横穿了一个管西 但是呢只开了600公里左右啊 距离西仗的话好像有好几千公里 都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去到那边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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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